持續出席論壇 談台灣願景 文人所大使林佳龍選不選 台北市長 似乎也在等黨主席 蔡英文 那一句成全 這種精神持續的向前跑 自比阿甘敢傻敢衝 反駁為了政治後路 揮軍新北之前先談條件交換 這是很嚴厲的指控 那我從政以來 從來沒有任何的交換條件 我其實是經過深知熟慮 因為我在台中在地經營 也很辛苦的十年模一見 那如果在一個選區 有已經經營很久的優秀人才 我認為應該優先給他們 參賽的機會 沒有其他同志 有意願來承擔這個責任的話 那我們當然也必須 去一個黨員要認真思考 是否有能力可以扛起這個責任 沒有所謂備胎不備胎 備胎能不能變首選 英系列委羅志正把球丟回林佳龍 只是前一天才在節目 解析防疫仇恨值 眼中對手似乎只有陳時中 其實仇恨值不是說仇恨 而是在大數據裡面 負面情緒的聲量 如果是爭議 當然就容易陷入首方 那如果提願景 就比較是可以扮演這個攻方 我有說不清楚的地方 我也會跟陳時中副長 打個電話 電話還沒打 各方面五大政見拋不停 能不能先發智人 林佳龍還在爭取黨中央 關愛目光 進行文藝服務卷撐不動